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谈 illustrate如何画图这件事了 第一件事情呢 我想先认识一下 功能标签 功能表列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有一个工具列 一般的工具列 这边的一般工具列 会随着你的工具箱选择的 工具不同 而产生变化 决定来说 我现在工具箱 第一个是不是选取工具 好 第二个我叫做直接选取工具 我觉得这边翻的就不是很好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选取工具 什么叫直接选取工具 这是魔术棒的工具 然后意思类推 那我发现有些同学 可能是两排 没关系 你就直接点这个 点这个工具箱 这个工具箱左上角 有一个往左点一下 你这样就变成一整条直的 因为我怕你今天 等一下找不到 我教的工具 今天我觉得 要是能把工具箱 大部分的一个工具的使用 交给你 再加上画图 我就觉得已经不错了 所以请你不要用两行 因为用两行 有时候我在描述上面 不太好描述 所以请你直接改成一行 可以吗 就点那个往左往左的 那个三角形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还有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钢笔工具 平面设计就是要画画 既然要画画 你一定要会使用笔形工具 这个笔是钢笔 所以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按久一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右 这个往右的三角形 点一下 你就把这个相关的这四个工具 常住在我们的桌面上 我们的一个画板上面 这两件事 等一下是要请你做的 因为这个工具 我们非常频繁要使用 其他工具箱里面的工具 我就稍后再分别 跟你们做介绍 然后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画布 这叫画布 然后下面的这一块 铁灰色的叫画板 画布跟画板会分别吗 会哦 这是这一块叫做什么 画布 所以你是把画布印出来 或者是画好给别人 对不对 你给他画板是没有意义的 那个画板还很脏 很多颜色 对吧 所以下面这边是画板 画板 这边叫画布 没问题哦 那接下来 这个稍后我们再来分别去看好了 他又侧边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先叫功能表列 然后这个很重要的名称叫工具箱 工具箱 然后请把工具箱变成一整行 一整行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钢笔工具按久一点 右下角这边按久一点 然后点选这个往右的三角形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做到这个地方 好